最近,美国海军在远东各海域非常活跃,比且能够搭载数十架舰载战斗机的尼米兹级和航母,他们的两栖攻击舰往往被人忽视。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日前公布了一组F-35B,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,在黄蜂号上实战化部署的照片,显示了黄蜂级不亚于中型航母的强悍打击能力。 从四等人公布的照片来看,至少有六架F-35B随黄蜂号出海,这些闪遍II来自于陆战队第262飞虎中型加强型倾斜旋一击中队,驻地正式冲绳浦天间基地,这支部队主要是V-22女鹰为主,但加强了F-35B恩队,因此,黄蜂号此次出海,应该就是在日本附近海域。 得意提的是,这些F-35B在黄蜂号起降时,和以往光滑的隐形造型完全不同,一下挂满了导弹和炸弹。 它的六个一下挂架全部用上,外侧两个挂架是标准的AIM-9X先进响尾蛇,进具格斗空空导弹,而内侧四个对地武器挂架,挂载的是四枚500磅及230公斤的GBU-12,激光GPS双模式导航空炸弹。 这种不要隐身要火力的挂载模式,就是F-35战机家族中,多次对外宣传的引寿模式。 这种模式,主要是在基本夺取制空权,消灭和压制地地面海面防空火力的情况下进行攻击,也就是所谓的开战后第二天的挂载模式。 在标准的引刑模式下,F-35B的弹仓,仅可以挂载二枚1000磅500公斤级制导炸弹和二枚AIM-120中具空空导弹,F-35AC形有所加强,内置的制导炸弹,可增至2000磅级907公斤。 F-35,可以根据战局在野兽模式,和引身模式中切换,很大程度上增大F-35系列战斗机对地攻击的威力,让它们可以像第三代战斗机一样,满挂各种对地攻击弹要肆意轰炸,这一点,是第一代的隐形攻击机F-117不具备的,它只能完全内置挂载各种激光制导炸弹。 除了F-35之外,F-22核中,俄两国的殲-20、苏-57,也具备在隐形模式,和野兽模式间切换的能力。 苏-57就可以外挂多种空空、空地导弹,俄罗斯为它研制了新一代KH-38型多用途空地导弹,可使用红外热像、被动雷达等多种导引头, 殲-20曾公开展示过,挂载四个副油箱,进行远程转场的能力,这意味着,这四个外挂架,同样可以挂载重型空地打击武器。 应该说,隐形战斗机出现,是空军大国对潜在对手降雷达机的重要武器,而野兽模式又充分发挥了隐形战斗机内容多,雷达电子战系统先进,挂载能力强悍的特点,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设计。 F-35出世了。西方安然无恙,安倍栽格打跟头。 战机在现代战场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,并且要想保持作战水平,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升级。 因为美国的很多盟友,还是四代战机,所以,美国看准了他们的这一需求之后,就开始研发制造了F-35,有些没有没有研发能力的国家自然是主动购买的,但也有些是被美国逼着买的。 不过就在美国订单接到手软的时候,德国居然没有要买的打算,难道是不需要? 当然不是,德国的80多架狂风战机,已经有些落后了,所以也继续引进新的战机进行更换,不过人家直接没有看上美国的产品,而是选择了台风战机。 那为何德国放着五代战机不买,偏偏看中了四代半战机呢?一方面是想通过实际行动支持欧洲造,因为台风战机,是由欧洲多国合作研发制造的。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担心美国F-35不靠谱,不得不说德国还真有远见,这款战机果然问题多多啊。 近日美国实际测试了刚研发的这款战机之后,就公开宣布了它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,那就是寿命太短,不但没有达到最初省钱的目的,反而成本还挺高,并且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小问题。 美方预计的使用寿命是8000小时,水池最后净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。 据专家表示,该垮战机的机炮精准度,也没有达到预期要求,编程和系统上也有问题,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把数据给改正过来。 之前有些国家是用了先期装备,当时就有不少的毛病,德国也是在了解此事后,才果断拒绝了F-35。 小日本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,不但之前主动买了40多架,后来还硬是被美国逼着又引进了上百架,将此作为消除双方贸易顺差的举措之一。 美国倒是赚了不少钱,但是日本可就栽了,这么多战机价格倒是挺贵,战斗力却不怎么样。 不过这还不算完,美国还有别的招在等着日本呢?就在前段时间,双方最高领导人的进行会面时,美国主动表示,必定会尽快将日本所订购的武器生产出来,交到他手里的,其实,背后打低注意,是通过缩短销货期,来逼日本继续高价买更多的武器。 日本还是很精明的,早就看出了美国的意图,不过也只能在心里忍受着,然后接受美方的过分要求,因为美国是不好惹的,一旦撕破脸,日本可得吃不少苦头了。 目前原本打算购买F-35的潜在客户都吓跑了,不过光是这些盟友的订单,就让美国获益不少。 美专家,歼20比F-22和F-35,少装一件武器不怕吗? 美国著名的航空记者安德烈亚斯·卢普·雷希特,在2019年1月,证实歼20隐形战斗机确实没有机炮,百思不得其解。 问题来了,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,为什么没有机炮? 难道中国没有借鉴当年美国的教训,不怕后悔吗? 歼20隐形战斗机,经过大家长期以来观察和推测,真的没有机炮。 自2011年1月首次飞行以来,各种照片都没有发现歼20有机炮凸起或开口。 美国军事专家大卫埃克斯说,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没有机炮,这对中国空军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大家知道歼20的标准武器装载情况,是三个内置武器舱,每架歼20在每个侧舱中,携带一枚PL-10短程空对空导弹,在中心弹舱内携带四枚远程PL-15导弹。 歼20的这种弹舱布局,与美国空军自己的F-22隐形战斗机相似的位置。 相比之下,美国制造的F-35隐形战斗机,只能携带两枚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。 然而,F-22和F-35都有机包作为吸导弹的备用,导弹打完了还可以开炮。 F-22有一个内置20毫米机炮,F-35的A型和C型,也配有35毫米机炮,F-35B中机炮,改为可拆卸的吊舱。 实际上F-35的早期型号是没有配机炮的,后来才加装的机炮。 主要是对F-35来说,备弹太少,配机炮只是象征性的,一锁锁锁就打完了。 为什么美军坚持隐身五代机也配机炮呢? 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当时美国的先进F-4战机,设计只带先进导弹不带机炮,后来在越南战场时很快就后悔了。 损失有点大,后来F-4加装机炮或者吊舱。 由于空对空导弹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和六十年代变得普遍,美国战机设计师省略了许多战斗机的机炮,并假设所有空战,都将在远距离作战,不需要机炮。 结果在越南战场吃了亏以后,美国军方最终为F-4的E型号,以及随后的所有美国战斗机增加了机炮。 美国空军当时认为在近距战斗中,机炮比导弹要可靠,一是机炮使用和维护简单,不会被敌人的电子对抗或右耳干扰,也不依赖于飞机的雷达系统。 而空空导弹必须与飞机的雷达一致工作,这很容易受到敌机的机动和干扰的影响。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隐身战斗机都拥有机炮,包括苏-57,只有歼-20是个例外。 美国军事专家大卫埃克斯忧心忡忡的说,中国空军最终可能会了解美国空军两代人对越南战场的经验教训,会认识到放弃机炮是有风险的。 但是一些美国军迷却不赞同专家的话,他们认为,现在与越南战场不一样,很少有近距混战。 现在第四代战斗机,几乎完全使用四代导弹远程妙杀。 只要看看伊拉克、南斯拉夫、埃塞俄比亚厄利特利亚战争等的例子就知道了。 无论如何,第五代隐形战斗机,不应该进入机炮混战。 如果它出现这种情况,那么歼-20还不如退到后面,让第四代战斗机,J101-1116,参与机炮大战才是有意义的。 当然,美国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,自1979年以来,中国还没有打过一场大战,那时,空军几乎没有参战。 当时,中国没有优先依赖空军,全靠陆军打仗。 所以没有人知道隐形战斗机上的机炮是否必要,但洛克希德为了保险,仍然在F-22和F-35都装上机炮。 时间会证明一切。 F-4和米格仍然需要机炮,但对于其他五代或者四代战斗机来说,在大多数时间,只有在试距外击中才有意义。 现代空战,四代甚至三代战斗机之间的大多数交战,都是用导弹进行的。 如果导弹未击中,双方经常自行脱离,根本没有开炮的机会。 四代战斗机带机炮近距离交战包括混战,这就像是双方上战场自动拼刺刀一样,F-4当时设计太先进,带的全是空空岛,在越南战场F-4与过时的对手的交战规则,阻止了F-4自由发射式具外打击导弹,最后不得不自行降级装机炮拼刺刀,有点大才小用。 歼20的设计目标,是远程突袭高价值目标,而现在许多人还在痴迷于近距混战,实际上在现代空战近距混战根本没有机会了,大家都是远程发现,远程开火,然后高速脱离。 当然,目前只看到歼20携带4XPL-15和2XPL-10,有人会认为歼20风险太大,一旦这些六发导弹用完,没有机炮的歼20,必须掉头高速脱离。 不一定非得装上那把机炮,如果战场上歼20真的掉头高速脱离,那可能算作任务失败。这根本不是不可能的。 2017年,杨伟在一场讲座中说,四代机十代傻子才狗斗,敌我战机之间,近距离追逐甚至使用机炮击毁对方的狗斗模式已被淘汰,未来空战将是超市巨BVR,空战决胜天下的模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